洗三拿与痴呆症的风险下降有关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博士 五一到了很多人会出去旅游 那旅游的过程中呢 疲乏了可能就会去泡澡或者说洗三拿 今天呢罗西西就应景的给大家聊一篇休闲娱乐的内容 三拿玉啊 它最早就是起源于这个芬兰的 所以呢大部分关于三拿和健康的研究都是来自于芬兰 就好像泡菜的研究与健康的 基本上都是韩国人做的 而芬兰的三拿基本的流程就是到一个小木屋 然后有些木炭烧起来 然后把这个烟呢给冲出来 整个房间呢 这个烟的温度有的时候会达到接近80度 那皮肤呢 当你进入到这个房间之后 快速的会升温到40度左右 因此呢在泡三拿的过程中呢 你的水分会大量的流失 会好友之间互相拿那个凉水去冲对方的身体 芬兰呢这是属于一种放松兼社交的好方法 其实有点像大澡堂子里面互相戳灰的那种感觉 那这项研究呢 它也是比较严谨的 是一个前瞻性的研究 它呢评估了2315位年龄在42到60岁之间的健康男性 最终的结论呢 就是发现了中度到高频率的三拿宇 与降低痴呆症的风险有关 那它背后的主要原因呢 还是与血流动力有一定的关联 因为呢 现在各种类型的痴呆症中 约有50%左右是与血管因素有关的 像阿尔茨海膜病可能混杂着血管因素 或者说单纯血管因素可能会导致血管型痴呆等等 因为呢泡三拿一进去会大量脱水 心脏的泵血量呢 会增加30%左右 等于达到了一个被动的体循环 快速增加的过程 心血管的这个耐受力啊 得到了一定的断裂 此外呢 还有一个原因 可能就是机场洗三拿的人 相对来说性格会乐观一点 更喜欢社交一点 要相互倒冷水 那这个呢 也是降低痴呆的一个很好的保护因素 还有呢 就是洗三拿的也是很好的降低压力的方式 所以呢 现代都市的人 我们一定要找到一项 适合自己的降低自己生活压力的方式 这样子呢 是有益于降低痴呆症的风险的 最后呢 如果您要尝试着洗三拿 或者说到大澡堂子里泡澡的话 推荐就是进去泡澡前呢 要多喝一些水 出来也要多喝水 此外呢 泡澡或者说洗三拿的时间呢 都不要超过20分钟的时间 泡完三拿全部洗干净 出来之后呢 可以稍微的吃一些水果啊 补充一些啊 电解质啊 像一些浆果啊 是最合适的 什么蓝莓啊 草莓啊 可以搞一点 好的 那最后呢 提示一下 要降低痴呆症的风险 要比较综合的 包括脑力锻炼 体力锻炼 饮食的调控 和三高的预防和控制 这个三拿玉呢 可能与这个脑力锻炼中的社交 以及与三高的预防和控制 有一定的张边啊 所以呢 能够降低痴呆症的风险 我们下期见 祝各位朋友们健康 舒服